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国内比赛的冠军 有一次是这个15年的时候 2比0战胜的朴婷环 拿到了韩国本国的齐王战的冠军 对 是这样 所以他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视 对对对 好 让我们进入棋局 对 两位年轻的新锐棋手 一定是一场好战 实战 这个白棋是 谢科 黑棋是李军区 那么走了一个这个错开的这样的一个对峙 对 对角开局 这个布局还是非常少见的 应该说 在我那个年代学下棋的时候都是非常少见 应该说在上世纪 大概五六十年代是比较常见的 日本的那种最老的棋部是比较常见的 当时可能还没有贴幕 或者是小贴幕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很少见的一个开局 白棋也挂脚 白棋也挂脚 黑棋飞压 飞压 现在是对待这个低挂之后白棋不硬 就马上就飞压 黑棋是把这个尖起来了 应该说 这很稳健 当然现在怕别人飞压 所以说现在走尖是非常多的 这个开局有一阵 我印象中这个韩国棋手是 常心玄这个是很喜欢下的 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它是这么下的 先压这边 长 看看白棋的这边怎么下 这个是当时曾经非常流行的 它的一个下方 连斑 连斑的话 过去都是怎么下的 对在冲断它 对冲断 然后看看白棋的硬 然后白棋粘 只能黑棋在顶 顶一个 白棋吃 打一个 白棋粘上 然后它再长 这个我印象中 这个韩国潮心玄是非常喜欢这个黑棋的布局 它当时的老对手 徐凤朱 他们俩 应该说交手上百次了 这个布局就出现过无数回 双方也都是很倔 都认为自己不错 对 那肯定的 这个要下到他们这样的实力 这样的这个 怎么说 太斗级的这种人物 他们一定是对自己的棋非常有自信 所以经常你要看到他们这样的等级的棋手 下一个翻棋战的时候 我输了这盘棋 我一定还要用这部布局来对付你 这个我要 我并不觉得我 心理战 气势要上来 是 这一套布局 我认为是当时是 曹英元非常喜欢下的 那贺阳老师怎么评价这个定性 你更喜欢哪一方 我个人比较更喜欢黑棋一方 黑棋 所以还支持曹英元老师 对对对 当然那个时候 虽然说曹英元和徐峰珠他们这个大战 一百多回 但是肯定是曹英元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了 那我们肯定是对黑棋这个下法更有自信一些 确实我也挺喜欢黑棋的 这个 但这盘棋应该说是黑棋还是下了一个稳健的下法 先费压完 是按照这个现在的一个这个对人工智能的理解的一个布局开始下 就是你没煎我就先压掉你 然后再煎 当然有可能啊 因为这个李东勋他这个年纪太小了 他也没 他这个年纪学棋的时候 未必会去看曹英玄 李徐峰珠的起步 是很有可能的 我这个年纪学棋的时候 会看这个正好善了一辈的棋手 像他们这个九十年代 尤其00后他肯定是不会看到那么远的 他有可能看到李长浩的起步是有可能 但曹英玄的起步他基本上不会看 00后应该是看李长浩的起步都会很少 应该是看李适时的起步会多一些 古丽啊李适时的起步会多一些 看着他们的起长大的 对 所以你看他们的思路都是 当然人工智能现在影响对他 他就是还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思路去下 煎一个 煎 这样让白鞋这两个头低位啊 以后飞过来的话 白鞋是挂脚 挂脚 黑鞋飞 飞一个 接下来然后是飞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 也是人工智能下方 这个星味配这个小飞 现在是最多的 现在是无油角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对不对 无油角是看不到了 小的无油角很少 但是星味配这个小飞现在实际上当于以前的无油角的概念 这个是见到的是非常多的 对 那么既然白鞋没走 实战黑鞋这个地方就加过来了 加过来 这个也是一个好点 对 他选择的是二间低加 白鞋再拖先 赚大厂 赚大厂 这个点也是选的很有意思啊 这个要是以前肯定是选在这个地方 在以前还是我们说的那个潮云玄 他是一定是走在这儿的 这个潮云玄这个我印象中 因为我打他起步比较多 他这个骑行他一定是走在这儿 因为这样的 如果走在这儿呢 这个地方黑旗还有参尔的余地 他为什么要走在这儿 就是说让你这个参尔的余地都没有 曹老师做人有点过分了 对对对那肯定的 韩国骑手这个就是对实地啊 对这个这种压迫性的下巴是比较比较 人家已经这么厚了 对对对 他还是对人家有想法 对他没觉得你厚 对 一般分传就是猜在这儿 猜在这儿 你看现在的骑下得多有意思 是猜在这儿的 对 这个是谢科的一个选择 这个我觉得也好理解 他觉得黑旗这边比我这边厚 是这么理解的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还是挺有分寸感的这首骑 对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觉得像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的年轻骑手根本 我觉得不像是那么老实的那种感觉 不管怎么说 这个选点还是很有意思 缩回来一路 黑旗选择X2 也是猜这个 这个也是 也算是一步骑了 要是我们那代肯定是会选择攻击这个子 对 这个骑它不攻它也是很奇怪 你如果它尝过在X2 这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这样就是我不是又捞了脚 然后你又没有根据地了吗 对 对吧 也许它是怕别人抢这个X2 这个我只能这么理解 这样你糊过来 当然这也是一个下法 这样我还是挺满意的呀 反正我觉得还是推荐我们电池机前的骑友这么下 这个下法容易怎么理解 容易应用 这个是关键 虽然人工智能有一些下法 包括年轻骑手有一些下法很新颖 但是你要不会用也是没有用的 咱们还是实用一点 对 先把木树捞掉 对 再来走会比较简单一些 实战可以去拆 那么首先这个地方白棋是有可能有拖完连斑的 对 它一定是这个地方白棋一定是有手段的 但是接下来白棋的这步靠啊 又很体现这个年轻人的作风了 对 这步棋的用意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试一下应手 但是我总觉得人家靠过来 好像我走什么都要被它便宜的样子 是 它就是你尝它这子更清零一些 只能这么理解 我扳的话呢 扳它一个有断的可能性 另外它又扳在这边也有这种可能性 或者它断也行 这样它就这边它有可能有利用 断的话我只能退 然后它这边有先手的话可以打过来 对 当然它也有可能会转到这边来 转到这边的话我就只能粘上 那就转换了 就转换了 一人吃一个跳起来 然后白棋跳起来 这个地方还要留个点桨 对 反正这个白棋 我不是斑就是断 是有可能的 这个地方我的第一感倒是 如果我下的话 我的第一感是不给它接劲 单退 单退 不给它接劲 但是这样的话 从这个题上我觉得赫杨老师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 对 对 就是不给它接劲 然后看看它怎么下 但是这个有可能有点缓 白棋是不是就连回 这个 如果你煎的话我就再尝 它也许会怕它斑 斑 它还是有可能还要接劲 这个你就说不清了 得理不饶人了 就是你断它在走 应该说这一靠 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下法 很考验黑棋 实在 李东勋还是下的合稳健 选择了长 长 在这 长在这 长在这 就是白棋这边会好一些 我这边 你虽然对这边的压力会大些 但我这边肯定白棋 以后就算长 再这么靠过来 我等于白压着一下 那我这个字肯定就可以看清了 所以它是这么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用意 那这个接下来白棋就拖 这个意思也是 跟刚才贺阳老师说的一样 那这个棋 黑棋如果打的话 我就可以转到脚里面去了 现在这个白棋的用意 就越来越明显 如果打了沾的话 我就不往这儿走了 我现在肯定不能拐回去 拐回去被你立下来 这样一定是像成这样 一定是像成这样 这样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白棋这两手 其实交换就便宜了 便宜了 本来这两手肯定是交换不到的 对 黑棋肯定是往这头扳的 对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呢 这么一交换它便宜了 它这样白棋呢 它觉得这么转身是可以接手 这个应该是 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高手的思路 还是非常的连贯的 这么像呢 其实黑棋也不能说不能接受 但是就说 你按照白棋的思路往前前走 对 好像总有中计的嫌疑 对 对 对 就是你不能说它不好 但你心有不甘 这种感觉 不能顺着对方下 对 对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我们也能感觉到 这个高手在这一带 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思 是 是 是 这样这个围棋就变得 有趣了很多 是吧 戴老师 实际上黑棋也是下出了 这个也算是 人工智能的一个下法 立下来 这也是一个人工智能下法 我觉得这个棋 黑棋选择在这里 那么白棋虎的时候 黑棋这个打结 一定是他认为是 对它有利的 对 这个局部有一些节材 有节材 有节材 这个地方打结 应该说 如果说这个结很重的话 黑棋肯定不怕 因为上面这个冲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结材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白棋这个结 本身它自己也很轻 白棋也不重 对 白棋是可以 尤其它这个还靠掉 就是我 反正你吃掉我的 就你越这边把我吃掉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两个子的交换 就越便宜 应该这么理解 所以它这个 它相对来说就轻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来搬 搬 也是先照一下结 这个意思 那黑棋现在直接就把这个 结给削掉了 削掉了 对 我觉得反正走一下 也没啥用意 走有可能结材 就越来越多了 干脆就直接剔干净 那边算了 这个是它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想法 对 这个其实白棋不想打上去吗 我很想打上去 对 有这种心情 对 打的话 打的话 我猜测大概会有一些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怎么下 我也搞不太精 打一个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反照结 就是说 就黑棋 再打上去 就直接 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 这个是不是结 这样打结 然后冲这个 对 这样一下就很难判断 对 难判断 这个难判断 但这个打在这的话 这个它也有可能会再结住 这个也不好说 接住 但是这个黑的也不能沾 然后这个再 我就 继续 这个棋 也不好判断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说 那黑棋 它也是想先看看 你会不会打 你打的话 我 这也是高手的一种思路 就是我先走 你有可能会打 那我就 你不打吗 我就转身 这个职业高手 它是不怕转身的 你转身吗 那就咱们按转身的想法 你要不转身的 我也大概知道你的思路了 那这个时候 我再 我在想 对 反而再提一个不亏 对 就是你要 你一走 我就知道你什么想法了 然后我再去想 有很多 这个 棋手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因为这个 职业棋手 它下 下比赛 它是有这个 计时的 对 时间 这个 对我们来说 就是在比赛中 时间就像金钱一样 对的 你两个小时的对局 我在一个地方 长考了 花了二十分钟 有可能这个地方 我不亏 但是我这个时间 已经对我的压力很大了 对 接下来 我这个时间 就会变得很紧 会影响我的思考 对 那个 我那个年纪的 就是学棋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前辈 马小春 就跟我们说过 就说他这个 下棋的经验 他跟那个 日本棋手 下棋的时候 他就经常会走一些 棋 莫名其妙的一些地方 他试下 对方应手 然后这个时候 对一些 不了解他的人 就会在 就那个棋手 就在想 他在干什么用意 想了半天 花了十分钟 没看懂 然后就跟着应了一个 其实他也没什么用意 他最后就说 我下这个棋 其实就是 消耗一下对方的时间 让你猜猜我什么用意 这个妙啊 这个 这个很厉害 这就是 职业棋手 他跟咱们 电子机前的棋友 是不一样的 他有段想法 他就是 他能把他时间耗一点也行 这也是一种战略战术 是的 因为他下棋 他即时是 相当于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跟 你说是金钱也行 或者说是木数也行 真是 有的时候 我让你算二十分钟 我心中我就觉得 这个二十分钟 值一两个棋呢 真是 就在这 真正遇到战斗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尤其在 这个 这个到后半盘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少算 你有可能 关子就亏一点 是 就是这样的 所以黑棋这个 先提了再说 对 他有这种侧 有的时候 就说 所以他这个时候先提 你看你会不会打 你不打吗 那咱们就转换 那也算了 这盘棋呢 实战白棋选择 实战白棋也就是选择 觉得 我这个没问题 差不多 我就给你转换了 对 那黑棋这个 这个地方少打一下 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对 黑棋这个虎过之后太厚了 对 如果能打着 肯定是满意的 白棋 这打着那黑棋还得继续走 那你帮白棋加强 您直接过 那这个味道不好 就这样 所以黑棋能一手虎过 也是非常 还是非常舒服的 白棋正过来 正过来 应该说这是一个转换 这是一个转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白棋的 就是因为黑棋 黑棋我们说当初不拆 直接尖的话 跟那个你逼一个 我胡死的话 黑棋 黑棋应该说 跟那个木树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白棋这个地方 明显要更 那个头啊木啊 更好一些 白棋这边 我是比较 就是 所以我觉得 谢科这个选择 还是非常简明的一个想法 我还是比较喜欢白棋的 这个想法 就是黑棋的唯一的好处 就是这个脚呢 就是都踢花了 坚实 太坚实了 时空 那么黑棋 飞压 也是一步好点 飞压这个 飞压这个 这个应该说是 黑棋的一个权力 那么白棋脱脚 白棋是脱脚 也是要问一下黑棋 黑棋下一步比较少见了 它是挡下来了 对 这步棋比较少见 这个正常还是 就跟着扳一个就完了 扳的话 白棋会选择连扳 火脚 连扳 有可能 这个形状 黑棋应该 一个是打了打这个 一个就是打这个 是吧 打这个 沾上 然后挡一个 挡这个 白棋 打把火棋 这是两个 这样 这样 黑棋 获得先手 黑棋先手 应该这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 这样呢 黑棋也算很厚啊 然后把白棋压到脚上了 对 实战的挡外边 还是很少见的 尤其这边 这边是相当于是 白棋头跳出来 对 没有发展空间 对 不太容易想到往这边挡 挡这边人家跳的 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 对 这个有点 就是想不到的一个地方 白棋立脚 这样白棋的脚 就比刚才活得要大一些 对 要大一些 木树上会多一些 是这样的 黑棋扳 扳 黑棋扳完了打掉 扳掉 扳上 接下来这个黑棋也是 不好走了 就选择脱先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黑棋以后 这个地方 我们说沾 应该虎一个更好一些 沾虎都是C手 这个地方白棋不是拐活了 这个应该是要挤活了 这个地方黑棋应该是 有一点 我觉得应该有点 失算 比较容易想到是 它拐活 这样活 这个黑白棋还要补一手 但这个棋 如果跳 这个眼形这个地方 不太好 它如果能挤的话 这个是最狠的 这样白棋就不用补回去了 对 全部都到外面来 相当于粘的时候 我等于白棋扰一下 你打 我就粘了 就这么活 那就太好 便宜了 这个 我等于不用在脚上补了 对 又增加了很多木树 对 还给黑棋走出一个断点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如果黑棋 再继续压迫白棋的话 这个地方白棋是 可以在这挤活的 这个木树还是差别 不但是木树是问题 后宝也差别很大 因为你打完这还差了断点 白棋不需要忍耐 这个时候 对 这个地方 应该说这个挡 应该是有一点点的随手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 黑棋争得了先手 看这个地方 黑棋是怎么限制白棋 是陆进来 二四清分 这个 这个它是不能让白棋这边全眉目 白棋顶住 嗯 顶住 黑棋 再碰 靠 黑棋还是 深冻即息啊 灵活 很灵活 这个棋下的有点很灵活 灵活 现在 搬进来是肯定是火棋 不是 搬进来肯定是个打结活 打结活 这完全没问题 白棋有可能就放在这了 白棋有可能也脱先了 打结活就 这个黑棋是 应该处理起来不是太难 但黑棋能看出来 它对打结活还不是太满意 不满意 要活到边上去 是 白棋搬 搬 黑棋长 白棋粘 粘上 白棋应该是下的是最厚重的下法 然后呢 希望你 它应该是不会想到要吃黑棋 但是呢就是说你活得苦一点就行 嗯 长路 长 白棋要搬下去 断 断吃 嗯 这个黑棋是不能跑出来了吗 好它应该是 跑的话现在不能吃 吃的话这样一尝 这个 拽上的话这个黑棋一冲 拐死了 这拐死了 嗯 这个地方如果跳的话 这个倒是可以考一下我们棋友们啊 哦 如果跳的话看看你会不会吃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鲫鲫嗯 嗯 如果你你一挡 它双回去了 嗯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棋友们一秒钟就看出来了 那说明你这个实力还是可以的 对 这个地方这个是手机 这个时候再送着架 嗯 你冲不回来 嗯 这个好像是名叫靠单 嗯 就是双的一个形状 不让白棋双到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手机 很经典 这样一靠 把你吃掉了 对 这样白棋不行 对但是白棋应该是不会冲着一下 嗯 这个地方还是很精妙 如果你拐 因为它这样 就断 嗯 你拔成这样它可以 可以先打一下 吃回去 哦 这样让你提个花没什么 嗯 吃回去 这样黑棋不行 这样黑棋不行 嗯 嗯 这些计算应该说是很简单 嗯 对他们来说都很简单 没有问题 是 所以实战黑棋是没有选择跑出来 对 而是选择了 都打 哦 都打 这个棋我觉得我是想不到黑棋这么去腾挪的 应该说这个地方黑棋下的也是还是挺巧妙的 嗯 嗯 首先呢现在打结呢 这个结白棋也挺重 如果黑棋提到这也挺重 另外打结确实黑棋还是比白棋要厚一些 嗯 嗯 现在白棋现在也是遇到一点难题啊 嗯 嗯 但下一步棋还是非常有自信的一首棋啊 粘上 粘住 这个 这步棋 一般来说 对这个棋手来说是不太会去下的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鱼形嘛 这个是葡萄柳啊 葡萄柳我们一般学棋的时候是属于不好的棋型 嗯 但是现在因为打结没有那么有力 先把它粘上 嗯 粘住了 嗯 黑棋 吼 吼一个 嗯 白棋挡住 哎 它是 它是现在就吼了是吧 哦 它先飞了一下 哦 飞了一下 嗯 白棋不能让它往这再拖了 嗯 就要坚住 坚住 嗯 它还是要 要让它活得小一点 嗯 接下来 吼这个 吼 白棋是强挡 强挡 嗯 黑棋拐出 拐出 嗯 嗯 嗯 这个棋它正常 它是活棋 现在应该是走在这就活了 嗯 但这个地方 就是活得没有那么好 它一挡之后呢 这个地方 这个以后留了 还是留有一个结 加走 嗯 搬进去 白棋又连搬的好手 有个连搬进去 吃 我再从这个地方打结 嗯 当然白棋 有可能不会马上打 但是我这个地方 明显是留有一个 一个打结的可能性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呢 其实活是可以活的 但它对挡也很舒服 嗯 所以它实在是要强行的 把这个 希望拐一下 拐出来 你走之后 我再补 嗯 这样你的味道 会更差一些 你要补 就变薄了 对 你补起来也差很多 哎呀呀呀 就再差一个段 对吧 所以这是它的用意 嗯 那黑棋拐 拐 那这个时候 白棋会怎么去做选择呢 对 刚才贺杨老师说 这个斑啊 这个黑棋已经便宜到了 对 那接下来这个白棋 怎么做选择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 那么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也一起考虑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的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 2021华为手机杯 中国围棋 甲棋联赛 第五轮的比赛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 黑棋这个拐呢 意在便宜白棋 如果白棋挡 黑棋再来火 是 黑棋就满意了 那么接下来 白棋是怎么选择的呢 白棋下法也非常简明 就先把这个字吃了 这样呢 这块黑棋已经 处于一个 相当于是死掉的状态 两边都是后手眼 对对 你如果爬 我就吃掉 这样 你立是一只后手眼 这个斑是一只后眼 现在相当于白棋 把黑棋放到外面去了 然后再 吃掉你 当然这盘棋就结束了 没吃掉你 我也是会把你攻得很苦 激烈呀 这个时候 这个棋加的时候 白黑棋是没有马上去加 这个应该是它的权利 它只能是长 白棋跳 跳也不行 现在不能跳它 它这个跳也不等于把你挖断了 所以说黑棋 现在其实拐要 其实确实要谨慎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的子力是非常多的 白棋跳 黑棋贴 贴 白棋斑 这个白棋走的都是最强硬的招法 对 它现在是 现在应该说谢科在这地方已经动了杀心了 一起拐 白棋粘住 一起冲出来 那白棋就可以把它断掉了 这么看的话 黑棋已经是属于这块已经是死掉的状态了 但是它应该是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走别的它也不好活 不能走别的 补这个断点也活不了 就挡住 这也活不了 它也是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一段 这块笼还是非常大的 对 这个不能一刚开局就被吃掉一块 这个应该说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白棋是把这个贴死 那黑棋的这个好处就是把这个字拽出来了 把这个拽出来了 它是感觉得不偿失是不是 对 但它现在还是有个问题 它这个如果现在走外面 人家这个地方是可以把你 顶回去的 所以你还是要把它分断 把这个字连回来 但是上面那又被夹住 封锁住了 这个棋是下得很精彩 太精彩了 但是黑棋看上去是先死了一块 这个是压力非常大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棋现在 这棋 这个地方被封锁进去 这块棋死活是不是还有问题 还得想办法去补这块 对 这个不能 这块棋 黑棋是肯定不能再死了 已经死了一块了 如果再死一块 这个太吓人了 黑棋打吃 打吃 黑棋想这边最大限度的这个 便宜 但是白棋没有再硬了 是审则封住它 那这个局部黑棋是已经死了吗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说 应该是双方肯定是要算轻的 从白棋的下法是很有自信 就是这边是完全脱鲜 现在应该说黑棋是遇到了 黑棋 黑棋搬了 对 搬了 黑棋现在是 如果是仅仅活棋的话 白棋把这吃了 又把这外面包住 那肯定黑棋不能接手 所以黑棋一定得出点棋 搬是盐气的一个手段 对 搬粘 先手做一只眼 白棋就硬住 黑棋爬 这是黑棋 白棋铺 千万不能忘记 这个地方是白棋的绝对先手 如果先搬这个人一粘 这个就 怎么看就像双活 对 有可能死了 对 这又被人一挤 有危险 对 有眼沙瞎了 所以必须得铺掉 它是要铺掉 再搬 这样有可能会就形成了一颗 打结 这个地方 这个结 我觉得看得很混乱 那老师给我们简单点评一下 这个结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 这个地方 首先肯定是白棋非常有力的结 现在白棋如果简单一点 我们现在就一靠 这是它的权利 先手 看成这样 白棋 白棋现在确实 首先你要不想打结 也不太容易 你尝它收气 你反而不行 对 就是你要打结只能铺进去 它提掉 然后走 如果你粘上的话 别别人一走 这个变成紧气节了 紧气节 白棋是 所以说也很难受 这个变成紧气节了 当然是白棋的先手节 白棋也还行 但是变成紧气节 但白棋这样一下 是不好的一个下方 这个地方 白棋如果不粘的话 我们能看见 这个地方黑棋想打赢 也很难 铺完之后 提 还有再提 两手 要再花两手 两手 所以这个地方 白棋它确实是可以脱鲜 白棋要想打结的话 要等着黑棋收了一口气 我再来打 对 就你收完一口气 我再来铺 这样我外面白多一颗紫 多一颗紫 而且打结好像 它反正总是不会粘这下 它不要轻易粘 粘的确实是白棋能打赢 但是先损了 就是这个地方就变成紧气结了 反而不好 但粘有个好处 就是说白棋 这个地方是白棋先提结 对 就是白棋 白棋说 我如果说只想打赢 这个结是很容易的 就是我现在收完气一扑 一提一粘 然后我先提结 你外面你走什么 我不硬了 这样 但这个效率又没那么高 对 就是说这个结本身的价值 到底有没有这么大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两手结了 可以白棋脱鲜的两手结 对不对 对 所以 对 白棋可以脱鲜的两手结 所以白棋现在硬去那样吃 可能反而不会便宜 对 如果说这块棋 你吃掉就赢了 那我们就是铺完就粘上就行了 对 但是现在吃完你不见得赢 所以说这个棋 效果并不好 不能说这个结小 这个结非常大 但是白棋确实是 可以慢慢打 这些地方 从效率上来说 白棋还是走在外面 更合适 效率应该是最高的 应该是最高 这个地方确实是 还是比较 还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是 对 就正常来说 白棋打结 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结 但它不走 有可能更好 实战白棋就是脱鲜了 对 在这里 加过来 加过来 它是 它现在有一个 就是说 它需要一个 能匹配这个地方 如果黑棋收气 我收完之后 铺 就现在如果黑棋收气 那我把这边走掉 这个地方 收完之后 一铺 黑棋是 也削不掉白棋 那黑棋还得 再花两手棋 我在外面再加 就是说白棋最终呢 应该是 你把我这吃了 我把你这边全吃了 这是白棋的一个 宏大的一个构想图 这是白棋的一个构想图 所以黑棋呢 一看它一走呢 黑棋也不想走 实际上它是 它是点在这个 点在这 是照着这边 虎一个有先手 对 虎一个有先手 但是先虎它又觉得 损被人家挤过来 对 虎先虎 就刚才我们说的 这有个挤 它不太满意 所以它现在是先单走 单走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白棋现在来打拔了 对 白棋打拔了 是这样 不能两拳 这个棋看起来是 白棋来打拔了 打拔了 然后黑棋贴 贴 白棋跳 黑棋还是得最后补回去 做一个 对 这也是留下了一个 一个一个冲的节材 嗯 然后呢 白棋建这个 嗯 建这个 嗯 现在这个结 这个没有这个字 这个结还是非常的 这个结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双方现在是就放在这了 嗯 下一步黑棋 下一步黑棋 走了这个 是什么意思 这步棋 这步棋确实是 嗯 还是比较神奇的一首 对 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想到 还是应该继续做这个 嗯 这样白棋就得把这都走掉 嗯 白棋本身是可以 先走掉的 但他不走 他也是不肯走 哎 这个 两个人是下得很有意思 对 嗯 但是这个作眼确实是没想到 没想到 其实如果下 我觉得正常还是收这个棋 然后就让它扑嘛 嗯 嗯 就慢慢放在这了 嗯 但走这个白棋 是不是还可以拖鲜呀 肯定是可以拖鲜 这个里面还是打结嘛 对 这个地方就是说 谁也不能去 你 反正你 谁去团这一下 这个 你要什么能吃 就你不能让它一走 就吃掉它就行了 对 这黑棋团这个 也是效率非常低的 嗯 白棋往这什么长 也是效率非常低的 这是一个脚上 一个特殊的棋型 嗯 所以白棋还是选择 继续拖鲜 这破斑也是很大 对 那肯定的 非常大的一手棋 这种棋 外面现在一手棋 都在二十亩以上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棋花了三四手 去吃掉它 那白棋外面 如果每手棋都在二十亩以上 那这价值也都差不太多了 嗯 当然最后我肯定是要在 最关键的时候 要走一把飞刀 我肯定不是简单的 二十二亩 对 对对 那黑棋这个走 这个用意就是 气比较长 是不是 嗯 对 就另外这个冲就变得厉害 外面有冲断 嗯 但这个相当于是 先在里头走了一手棋 这个有点感觉不是太好 嗯 黑棋接下来冲断 就是为了在外面制造结材 嗯 对 然后 它希望是能把白棋 这块棋攻出来 然后以攻击来当结材 是最好的 嗯 黑棋收气 收气 那就要把这个冲 当成结材了 嗯 好 它是希望把这个冲 充当结材 嗯 白棋这时候得铺了 嗯 白棋铺 这个时候要铺了 哎 现在是 对 白棋铺 黑棋提 这个再不铺 它一打完 它一团就死掉了 所以它必须得铺 白棋现在铺这个 铺这个 白棋现在 因为黑棋这个削也削不进 削不掉 对 它现在提完 还得再画一手才行 所以这个地方 是黑棋比较难受的地方 嗯 所以它没办法 提这个 提这个 这个 对 外边这个充当结材 拿这个充当结材 这个黑棋之前 有没有可能 先把这下充掉 断一个当结材 你可以啊 但是你也不损 你不是浪费 浪费一个结材吗 然后那白棋这边 也有铺 也有充嘛 它就 它是这么算的 白棋这边还留着结材呢 对 所以黑棋这边 还不能太损 对 它是 你肯定是可以先走到的 先走掉它 有它不啃的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个时候 充当结材 对 但这个 这个就是你比较难判断 就是你这充 是不是结材是关键了 有可能你这个充 不是结材 实战 白棋就削掉了 黑棋冲出来 抓黑棋没吃到 白棋的籽 这个外边 是 白棋在跳 就这样 黑棋这个 等于说是 把这块棋跑出去 火 没有吃到白棋子 我觉得白棋 是不是还是可以满意啊 现在 如果是像 现在白棋 我们能看见 这个地方抢了两手 然后这个地方 它脚上也是就吃回来了 黑棋如果 就是单纯跑出去 白棋也还好 就是黑棋无非 从一开始下 就是破了这块空而已 所以白棋是能接受的 现在 白棋还有这大脚 对 但是现在黑棋 如果不是单纯的跑 如果能吃掉白棋一块 还可以接受 这样 黑棋呢 也是威胁着白棋 这样出逃 对 然后是飞出来 白棋是点那个 白棋拆 对 这样白棋下面 基本上黄了 是 这个因为下面 这边拔完之后 这边很厚了 这个不怕它 黑棋继续战斗 战斗 现在 现在如果说 我们黑棋 现在我们看一下 黑棋现在确定的木 就这一个角 我们看下了半天 现在黑棋确定的木 就这个角 那白棋你看这块 像这个那几个角 都挺大的 所以黑棋的木数 现在应该是不太乐观 所以它必须得要 现在它不是说 自己活的问题 它要让白棋付出点 别的地方 要公告它才行 所以现在是 任务很艰巨 对 任务很艰巨 在外面 自己也不太厚 这是黑棋现在 比较尴尬的地方 白棋顶住黑棋 黑棋靠出 黑棋的子 也是尽量下的 就是挨着对方 对 下的比较紧凑 长 然后黑棋拐掉 这个眼位也不给白棋 对 然后跳一个整形 现在是要破白棋的眼 白棋飞 把中央继续加强 是 白棋现在就是 把这块枯棋 和这两块枯棋处理好 这个白棋就很简明了 然后只要黑棋 不围出一个什么大的模样 这个棋 现在黑棋的木数 是非常吃紧的 就单纯那块空 也就20木棋左右 20木多头 出头一点 这样 现在黑棋全盘30木左右 这白棋10木 20多木 这个白棋都快40木了 全盘 就实地上白棋 白棋实地 现在应该说 领先非常明显 领先不少 但是这块棋 其实也不怎么需要处理 这个白棋是先手 有眼的 这一走 还是一只明显的 那么它只要保证 这个地方有一只眼就可以了 实战是贴这个 贴这个 这块棋已经告一段落 已经安定了 对 现在就是只能把目标 瞄着这块大龙了 应该是 对 然后黑棋继续飞弓过来 墓数确实相差很大 对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想尽办法占便宜 白棋是坐在这里 但是黑棋自身 也有一些弱点 对 因为黑棋这条大龙 我们看出来 这个眼位并不全 所以吃对方的棋 往往是要自己厚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点 对 有些棋友就是 一看觉得对方都很薄 都好像很容易吃人家那棋 但是其实他没有想到 自己也很薄 所以自己 你要想吃对方 一定要首先自己的棋型 一个是要好 另外要棋很厚 我们说棋后 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标准 就是你一定 你自己是活的 你这块棋 你看自己不活 那他这地方总是有什么 有利用 对 我不吃你 我至少有几步棋 利用就行了 所以这个下下 白棋就不薄了 对 活棋才是最后的棋 对 是这样 必须眼位得凳出来才行 那现在黑棋 这边只有一个眼 就必须得连上 白棋 这个感觉是一个整形的好手 他这个应该是 问一下你的硬手 看看你走什么 你如果冲呢 我这打了再贴 你都棋成就越来越有问题了 你要如果这么像 我这就先手活了 这叫单站也行 单站在冰这个 这样也可以 应该是下滑很多 黑棋很危险 他是问他一下 你走哪里 对 实际上黑棋是 选择冲这个 冲这个 那么白棋就自然而然 退到这了 这个地方也很厚 白棋沾线手 提线手 这块棋已经完全活了 白棋 这个下滑应该是一个 很凶狠的下滑 就是我这个补一个 还要瞄着这个关子 应该说是 这个下滑是够凶狠的 是 黑棋现在 必须靠一个跟白棋 做交换 把这块棋连回来 但这个地方 白棋明显是 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子 这一沾就 吃出四目起来 所以这个 说控 黑棋肯定还是不行 黑棋现在是冲 关键是 黑棋自己本身 不是太厚 这是有点难受的地方 搬下去 连搬 这个是一个漂亮的 应该算是一个手机 他希望现在 如果说这地方成了一个大控 那是可以跟白棋抗衡的 对 因为这是一个大模样 所以现在白棋也是 很不给面子 对 他不能让他围这个大模样 直接从这吃出来了 对 因为这边的价值 肯定远远比不上这边 对对对 所以白棋还是 毫不犹豫地 把这个字给吃下来了 那么黑棋这个地方的所得 其实就是能断着这一下 对对对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吃这个 这样被黑棋打完了吃 就脸不上 对 全是双脚吃 对 所以黑棋白棋 这个地方只能粘上 应该说白棋下的 还是很果断 就是他想法 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 不要让它围模样就行 但反过来 黑棋这冲断两下呢 就从木树的角度 黑棋其实没走到什么木树 但是呢 有一点 黑棋现在变厚了一点 你毕竟这地方 多了两个字 把它断开了 那这样黑棋 又有一点想法了 是不是 本来是没什么想法 是的 这肯定都有想法了 对 但这样的白棋 其实这个下法 也算是一种冒险的下法 得把对方是 就要逼上梁山的感觉了 就是你什么都不给人家 你本来说 你让我把这个模样围围吧 你也不见得输 咱们可以再收官这种感觉 对不对 但你现在这边 你不让我围 你只让我围那么小 那黑棋确实 对黑棋来说 是有一点接受不了了 白棋这个选择 一方面有点冒险 一方面也能体现 他的自信 他对自己这个中间 这个质孤的这个自信 对 现在这个00后的棋手 我觉得他们 对计算上 是很有自信的 就是 只要我能算到的 我是绝对不会手软 这个是他们一个 比较 比较一致的特征 就是这样 就是我只要能算到 我不会手软的 相信自己的计算能 对对对 就是或者他没算到 他有这个感觉 觉得我这不可能死 他也绝对不会手软 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棋 年轻就是好 所以这个一来 那黑棋确实是 你碰到这样的对手 你是有点疼 对方什么都不 你本来说我占点便宜 咱们这个慢慢下 他不是 那你就在 你只能来吃它 但你吃它 你吃掉它 你就厉害 你吃不掉它 你就只能投降了 那么是沾黑棋顶 白棋这个也不退让 要把这个粘掉 粘上 黑棋粘 然后挡住 没什么气 对 这样的话 白棋 黑棋 打吃是先手 打吃 白棋要做准备工作 对 现在黑棋肯定是 专注于吃白棋了 这个受控是 不可能受得赢了 对 顶一个 顶一个 这个 从这个地方吃也挺让人想不到的 这个地方 正常是应该是要封住这个头 对吧 但封住这个头 小生那个做了半天准备工作 好像用处不是太大 他应该是怕什么 怕人家顶一个 我觉得这样 这个都是 这个有先手 这个不是这个先手 就是这个地方有 对 空间还是挺大的 白棋中间 它这个顶好像 这个顶也有先手 确实不好 假如说我们简单说 你不论你是尝哪个 我这个顶又是先手 你这个确实不好吃的 这么再贴 这个好像空间确实有点大 是吧 这个顶 你再不走 我这个顶又先手了 这个空间越来越大了 对 这个眼位 不用担心 是 所以它这个棋 它是从这地方破眼 确实也是有点让人想不到 这个地方 它是选择从这边破眼 对 这个地方 这样等于是 这个空间太大了 白棋往外跑的话 你这个 白棋图 白棋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先手 那肯定的 黑棋没有那么厚 是有两个先手便宜 但是没有那么厚 没有那么厚 主要是 然后黑棋 打吃了一下 打吃 继续缩小白棋的眼位 白棋挡住 但总觉得这个地方有先手 没有 这个你不是绝对先手 你吃 我可以让你提 我再把你这是个假眼 这个得小心 大家要注意 不一定是绝对先手 黑棋点进来 黑棋的用意是很明显 就是要缩小白棋的这个眼 这个空间 眼型的空间 但是外面确实是 明显是破绽很多 对 白棋挡住 挡卫住自己 这个中间的眼位 白棋下的还是很稳 对 那么黑棋这个 这个点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 这个现在就是已经看出来 它是让人家冲出来 这个就说明是一定 是要决一死战了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分裂型 对 裂型 这肯定是一个裂型 这个吃不掉肯定输掉了 但是为了破白棋的眼位 黑棋也是没有办法 对 然后这个时候 黑棋退 这个就是白棋现在局部 是肯定做不活了 但是就是要怎么连回去 比较容易想到说这么尖 但是它这样一定是一退 这是连不回去的 对 这样我们能看见它这边断电 包括这打 你尖我飞住 这都用上了 这就是黑棋的得意图 这是黑棋最想走的一个图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该怎么办呢 白棋 看起来还真有点眼晕 这个棋 白棋还是下了一部手巾 靠在这 靠在这 这一靠这个就好很多了 黑棋冲 白棋挡住 挡住 但这个地方黑棋如果立的话 白棋其实是连不回去的 对 但是它这样 它粘在这 这边这个斑 它就跟刚才你这边 没有那么完整了 这样我再搬出来 这样 这样连斑吧 连斑出来 这个应该说 有这样的手段 对 这个黑棋自己也没有那么厚 你打我就粘上 这个是白棋 另外这边黑棋气也挺紧的 这个地方白棋 如果这个有先手的话 这基本上就活了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黑棋是很难吃掉白棋的 至少它怕 这样这应该是不好吃 这不不好吃 对对对 所以它是实战是要拼这一下 它是要吃在这 吃在这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白棋也不是结 如果你要袜吃进去 它黑棋是可以这么大 你粘上这么断你的 这并不是结 我们一般说打结 应该说白棋还是应该有利的 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结 所以你袜吃 它这么大就把你打 这就上当了 这样你就被它反正的困难 这一下白棋就不行了 对对对 这是个勺子 这个不能随便下 对 但是黑棋打这个也有自身的问题 对这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白棋可以从这冲下去了 是 然后再冲 再冲 这一冲好像黑棋的吸情 确实是出现问题了 对 随时白棋吃就活了 对 主要黑棋自己是不活的 这是关键 对对对 那黑棋连白棋这个简单 这个几十线手 这个也不行 现在就说你要度过我这顶的时间 我这就一吃这个简就活了 实战 黑棋是搬这个 但是搬这个 这边白棋也没有断点的 是 所以白棋实战呢 就把这个冲下去了 冲下去了 冲 然后黑棋退 退 白棋沾上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了 对 这个地方白棋一沾 黑棋这个下面就死了 对对对 现在就是黑棋把这吃掉也不行 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能冲过来 吃掉我这个白棋根本都看都不看 我把这一沾 你吃这点子还不行 跟我吃那些子都差不了太多 所以这个是黑棋不能接受的地方 那如果黑棋补这边的话呢 这个白棋这个地方 那就白棋下 那就太好下了 那个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又有度过 是是是 这块黑棋 我现在黑棋自己没活 是黑棋的问题了 对 所以这个棋 黑棋现在下到这儿就是 应该说是山穷水尽 对 走成这样 然后黑棋就认输了 那赫阳老师 您再简单点评一下这盘棋 这盘棋应该是这个谢科的好局 应该说从布局开始 我觉得它就取得领线 尤其这边处理得非常简明 黑棋应该说吓得比较勉强 包括这个打结 包括这个强行地冲出来 感觉这个李东勋 他的信心不是太足 也许跟他的状态不太好 有关系 李东勋应该说他的这个状态 应该是不如他以前好 虽然年纪不大 对 这盘棋应该说是谢科的好局 也说明谢科是我们 中国的绝对的心理的代表 确实是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